《永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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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唱戏的伙伴们 最盼望的就是一场大戏结束后 珍宜制作的那道《罪鹅大餐》了 而珍宜也十分乐意露一首绝活 犒劳大家连日演出的辛苦 制作罪鹅的关键当然还是挑选好的食材 这种顺德当地产的辉额是珍宜的首选 你买不买没问题 主要它的气棒里面 你拿着 这个桶是白颜色的 一二三四五条 有五条以下 那就够时间了 明白没有 结果这里还是黑的 不够时间 那就选这一只吧 好吧 蒸姐可以 煮也可以 炖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就这鹅好是吧 好了 谢谢 改个好吃的过来不好吃的话 你给我提个意见 好 我给改 行 珍宜说 制作罪鹅 讲究鹅肉肥瘦相间 将这种刚满两千克的鹅 最符合要求 全部放进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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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鹅是顺德最常见的家常菜 下锅油煎 可以使鹅表面焦黄 锁住水分和香味 由腐乳和蚝油等食材 配置而成的酱料 是珍宜的独家秘方 此时 这道醉菜的灵魂配料 就要登场了 要放米酒了 我们顺德的红米酒 那咱们加多少 一瓶堵下去 一瓶倒下去 对 在旁边 对对 旁边 屋边 屋边 上一点 对对对 这么多酒 对对对 我们车最尝会不会不能开车 请待车呢 整瓶红米酒浸满鹅州 酒香四溢 但这还不够 好厉害 最鹅改变了鹅传统的炖汤 红烧等做法 明火加烧产生大量蒸汽 提高锅中的温度 食材迅速温熟 闷至成熟的鹅 会带有一种淡淡的齿香 而这种齿香 正是来源于红米酒 作为白酒中奇特的一个种类 红米酒的酒香 来自于一种意想不到的原料 这里主要就是泡肉的 泡肉的 您确定这缸酒能喝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特有的一个工序 你现在看起来 它表面是有一层油 它其实就是 肥肉的时间长了 它会吸放出一些油脂的东西 你现在说喝不了的 我们后期还要把那个酒抽出来 然后做一个精细的过滤 把这个酒泪清了 然后才可以拿去包装 早在一百多年前 顺德人就掌握了用猪肉敬酒的记忆 长期浸泡 猪肉变得蓬松 直至融化 猪肥镖与米酒共处一年以上 才能造就红米酒 腼腆饱满的口感 同时也赋产了 同时也赋予了红米酒 一种奇特的齿香 我是王东元 我其实也从小跟爷爷奶奶听乐剧 《帝女花》最有名 《帝女花》我也自唱 哪一句 《乐花满天闭月光》 《乐花满天闭月光》 《借一杯扶尖风台霜》 《偷偷看 偷偷望》 《她带泪 带泪 暗闭霜》 好 一定 我有时候在厨房做饭 我都一边做菜 一边唱唱的 我老公 不用吵 不用吵 就给我吵着她 谈话间难掩真一对乐剧的喜爱 而这锅醉鹅也在不知不觉中 迎来了出锅的时刻 来尝一下 我看这个鹅肯定很入味 颜色完全变了 那真一哪个部位最好吃 整个鹅的部位都好吃的 主要是我做就可以了 你不伤心就尝一下嘛 这么自信 那我应该整锅都吃了 对啊 随便你来一个 它在滴汁 滴的应该是酒 很香 超级入味 好入味哦 可以吗 真的不错 可以啊 我妈妈夫妇都是搞成这样子 现在拿给我的好朋友 我的师父去咯 徒弟下厨款待师父 这个味道不错 香啊 师父好不好吃啊 好吃好吃 好不好吃啊 你们 挺好吃的 醉鹅热气缭绕 大家都微微有些醉意 好吃就好了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珍姨把退休生活 演绎得多姿多彩 珍甘风伤狼 半靠坦狼半鹅鹤 大醉婷 捲了臭波 大醉婷婷 乧 倦了臭波 猬了臭波 大醉心 大醉愤 大醉愤 大醉愤